好了 欧洲在台湾会计先前邀请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来进行演说之后呢 今天则是邀请到了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来进行演讲 而在演讲之前他们也进行一个小时的午宴 而在这个演讲之中呢进入到了QA桥段的时候 一位德国外商还取手说支持郭台铭 他认为他是非常杰出的商人也愿意来帮他联署如果可以的话 不过进入到QA桥段其实郭台铭也没问到说 他对于接下来在台湾对于欧洲的政策会有怎么样的立场呢 郭台铭说必须先站稳两岸的交流对话 台湾不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 台湾不会不必也不需要变成乌克兰 台湾是一个科技之党 那我首先认为第一个联岸和平 建立一个和平的对话机制 是优先的 好说从事两岸政策说台湾绝对不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 必须要维持和平之外呢 其实对于接下来的总统大选 因为再也有三组的总统参选人 有可能会投入这一次的大选 而郭台铭也说有信心可以整合出 最后是一组参选人来代表参选这次的总统大选 跟民进党来竞争 不过其实郭台铭也说 他是这里面他认为 自认为是最有机会的那一个人 以上是现场对话 先将时间交换给国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